哈嘍创业家们 今天企业经营还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流论五分钟商学院基础的第176讲 认知台阶 你不是在讲 你是在帮助他听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过 那就是啊 越成功的领袖 演讲能力就一定越强 或者你可以反过来说 演讲能力越强 就越可能成为成功的领袖 为什么 因为影响力是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 而演讲呢 是实现影响力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从今天开始呢 后面几讲 流论老师都会与我们好好分享什么 是演讲能力 经常有人会说啊 全天下最难的两件事情就是 把钱从别人的口袋里 放到我的口袋当中 以及把我的想法塞到别人的脑海当中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永远也不需要把钱从别人的口袋里 掏出来放到我们口袋当中 我们需要的 是要让别人自动自发 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放到我们的口袋里 放到我们的口袋当中 因为大家都喜欢买东西 而不喜欢被推销 那另外啊 我们永远也不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塞到别人的脑海当中去 我们需要的 一样要试着让别人自动自发地想要把我们的想法塞到他们的脑海当中 主体不对 行为就不对 演讲的主体呢 不是演讲者的你 而是听众的他 我们要深按他的听讲逻辑 而不是你的演讲逻辑 这个最基本的认知如果不对 那我们后续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能够根据听众的听讲逻辑 一步步给他们铺设认知台阶 什么是认知台阶呢 也就是啊 我们要理解 当听众接受一个知识或观点的时候 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 我们这些演讲者 要试着按照这些听讲的逻辑 而非演讲的逻辑 一步步设计我们的演讲 好 引导听众到达我们指定的方向 那这个引导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这些演讲者 所铺设的认知台阶 而这个认知台阶该怎么铺设呢 刘文老师这边 与我们分享了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 我们要按照听众的思考逻辑 而不是按照知识的树状结构来演讲 什么是知识的树状结构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 有在用新制图去绘整所学到的知识的话 会发现很多时候 同类型的知识 一旦绘整起来 就会像树枝的分枝一样 各自在这个框架里面 互相又可以影响 可是这样的树状结构啊 其实用来汇整自己所学到的知识 或者用来写研究报告 是非常OK的 如果你把这样的树状结构 直接分享给你的听众的话 你会发现啊 你的听众根本就听不懂 因为他们不是你这个领域的专家 也不懂你这个领域的专有名词 突然把一大坨的知识树状结构 给他们看的话呢 他们只会有看没有懂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在演讲上面 把我们想要分享给听众的知识 让他听得进去的话 我们就必须按照听众的思考逻辑 来设计我们的演讲流程 像我自己很喜欢的 金字塔原理义书当中提到的 SCQA架构 就是其中一种能够吸引听众的架构 S就是情境 C就是冲突 Q就是问题 A就是答案 透过这样的逻辑架构 去分享你想要分享的知识 听众这边也会更愿意听得下去 更进阶的高手啊 还会用各式各样吸引人的故事 来包装住这个架构 其实啊 在设计你演讲稿流程的时候呢 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导游 你的目的 是要把游客 也就是听众 从A点 遵从一条 每一步都有台阶的路径 带到B点 而我们就要懂得铺设 过程当中的所有台阶 让游客 也就是听众 有个安全完美的体验 那第二个关键点是 用无法否认的事实 加上无可辩驳的逻辑 要知道啊 铺设台阶是个大学问 每一步的台阶都是要坚实的 也就是那些听众无法否认的事实 而台阶与台阶之间呢 必须要相连 也就是要用无可辩驳的逻辑 把这些台阶与台阶之间连接起来 在演讲过程当中 你说的每一个案例 都要能够经得起搜寻 你说的每一个数字 都要经得起推敲 这是整个演讲的台阶 万万不可为了某个观点 胡编乱造 一旦被你的听众发现 你在胡编乱造的话 哇 你为听众所搭的这些台阶呢 就会轰然倒塌 听众这边 就不会想要跟你继续前行 而且啊 你分享的每一个案例 和你的结论之间呢 必须要有个严密的因果关系 这时候听众才会 新陈乐福的台脚 从上一个台阶 迈向下一个台阶 否则 你就是把听众 伸拉硬拽地往下一个台阶走 他也不会想理你啊 要知道啊 无可否认的事实 和无可辩驳的逻辑 是演讲者的基本功 这需要多年的修炼 如果没有这一点 建议就不要站在讲台上了 以免会误人子弟呀 那第三个关键点是啊 用幽默感 让认知的路上满是风景 听众这一路跟下来呢 会很辛苦 那你这个演讲者 你这个导游 就要不断给大家看到一些 美丽的风景 补充一些可口的食物 那是对精神 对身体的奖励 而幽默感呢 就是最好的奖励 那是给听众 听懂一个知识点 接受某个观点之后的 奖励的欢乐 不过这边呢 柳老师也特别说要澄清一下 幽默感 不等于拿别人来开玩笑 更不等于黄色笑话 幽默感是来自于智慧 来自于听众的会心一笑 来自于听众感受到了智慧 接收了幽默 如果真的要带入一些笑话 最好带入自己的笑话 因为说自己叫做自嘲 说别人叫做讽刺 而幽默感呢 是有智慧的自嘲啊 了解完以上三个关键点之后呢 你的听众就会一路欢声笑语 轻轻松松地跟着你一起走到终点 而你呢 为了帮助听众 能够完美地走完这整段经历 就必须要非常辛苦地设计 过程当中的认知台阶 其实啊 你并不是在讲 你是在帮助对方听啊 什么是认知台阶 听众接受一个知识或观点时 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 按照听讲逻辑 而非演讲逻辑 一步步设计演讲 引导听众到达你指定的方向 叫做铺设认知台阶 铺设基于听讲逻辑的认知台阶 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按照听众的思考逻辑 而不是知识的树状结构来演讲 第二是 无法否认的事实 加上无可辩驳的逻辑 第三是 用幽默感 让认知的路上满是风景啊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业模式 网络行销 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QLCO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 我是华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